竹山镇沙东宫16号举办纪念严平君王郑成功398周年试殿典礼 由县府秘书长洪睿智担任主机关 除了带领各界贵宾向严平君王三县礼祝寿之外 也祈求国泰民安虎年行大运 沙东宫纪念严平君王郑成功398周年试殿典礼 由县府秘书长洪睿智担任主机关 带领各界贵宾依寻古礼祭仪 向严平君王献上五公里 其他陪机关也依序上乡驻寿 洪秘书长表示 严平君王郑成功带领台湾白脱异族的统治 也让人民安居乐业 每年祭典除了感念郑成功守护台湾的功劳 也祈求严平君王保佑 虎年国泰民安境内祥和 我们知道郑成功赶走了荷兰人 结束了这个荷兰的这个意图的统治 对于台湾的这个人民的这个贡献 非常的好 非常的重大 让人民来这个安居乐业 那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全国的这个民众 也能够记得这个鲜明鲜烈 这个抛头乳洒热血的这个功劳 学习他们奉献国家 贡献一己之力的一个勤操 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 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今年真正月十六日 在我们原平君王 电信公的这个生产前秋 就发展到我们电信公 在台湾开台的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 比如我们来来开发台湾这个土地 所以我们管政府 也列入我们民众族的这个预算 每一年在真月十六 跟我们电信公的政策来做发言 管政府也特定非常配合 这是我们今天办理这个 管制的这个意义所在 立法委员许舒华 以及竹山镇长陈东穆表示 沙东宫是竹山镇的信仰中心 除了长期配合县政府 投入竹山镇的公益活动 也象征严民君王郑成功 为国为民的精神 能够持续不断 第三天在沙东宫 可以在每一年的时候 在我们开台信仰的信仰 都可以来说革带反例 因为这两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沙东宫 就是都收拾我们的规模 但是对着说 我们在这个座牌的过程 都是非常的重严 当时也可以说 照着我们开台信仰来 很少的东西 可以保护我们的沙东宫 在我们地方 可以去运用更多我们的信仰 来保护到我们主委台帝 都可以平安损失 我们也感谢沙东宫的 当地作为在我们第三天的 一个信仰中心 也可以说在我们这些 地平的过程也好 在这些公家的过程 包括一些公议的选顺 也同时非常多 大家共同来跟我们的市场 好好来合作 像我们这个第三天 可以发展得更好 我们每次都呼吁我们的乡亲 到秋季的之前 一定要来再祭拜 要祭起我们的沙东宫 郑城宫 郑皇爷 能够守护在这个地方 守护我们的台湾之外 守护我们的竹山 守护我们的延平 守护我们的十三公墓 这个地方的一个鲜明 这么一个安定下来 所以说每当到这个祭典的时候 我们都会特别呼吁 尤其是我们有安置在 十三公墓的这些仙人部分 一定祭拜完之后 要来沙东宫这边做好 这样相关的一个祭拜 感谢沙东宫 郑城宫 郑皇爷 能够守护我们的仙人 在这边这么长久 这样子让子子孙孙 能够安居乐月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意义 沙东宫祖寺开台圣王郑城宫 建庙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 是地方乡亲的信仰中心 严平君王试殿典礼 也是县内重要祭典之一 每年农历真月16号 皆会举行献祭的春祭大典 也是全台严平君王信仰中 唯一举行献祭首长春秋两祭的庙宇 记者商亲福 竹山镇采访报道